今天夏天到了欸 你看我們前面的那個山 飛太陽照得好漂亮 大家好 我是Amber 我們台灣的夏天跟韓國的夏天比起來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的夏天非常厲害 非常非常熱 而且超潮濕 皮膚黏黏的 夏天到了我們就很希望就是 就是讓身體保持清爽 但是洗澡要洗得很乾淨 然後但是又不能覺得乾乾的 對不對? 對 而且我的皮膚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我不可以隨便買化妝品或保養品 洗臉的時候皮膚特別受刺激 其實現在洗澡的東西非常的多 但是這邊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韓國的清皂液 它非常的特別 它這裡面竟然有 二三十種的中藥發酵作 做成的 清皂液啊 最有名的一個故事就是 藝記的洗面乳 是日本的藝記嗎? 對 他們的化妝是很厚的 沒錯 他們的化妝很厚 所以他們在卸妝的時候呢 非常需要花這個功夫的 很多的客人就覺得這個藝記表演得很好 然後就會送給他們很多水果 然後其中像鳳梨啊 或者是香蕉其實它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壞掉的水果 他們就把這樣子的水果呢 就拿去發酵 做成了一個清皂液 這個讓他們的卸妝呢 就變得非常的容易了 那呢今天呢 其實我們就試給大家看 它的清潔效果有多好 而且呢 它不會讓你敏感 真的嗎? 你可以試試看 不是這麼多皮膚敏感的嗎? 對 所以我找你來的目的就是 哈哈哈哈 可以證實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敏感 然後還有你洗完以後你的臉會覺得 嫩嫩的 端端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今天要挑戰的是 黑頭粉刺 我的黑頭粉刺的問題非常嚴重 其實我看你的皮膚算是真的非常好 就是這邊幾乎是沒有毛孔 對 只是我的鼻子有毛病 嗯 就是毛孔比較大的毛病 毛病 真的煩惱 有煩惱 因為黑頭粉刺的話 不容易洗到 所以化妝的時候 有一些困難 好 然後我呢 要挑戰的是 卸妝 因為我們有 睫毛膏啊 或者是膠狀的眼線液 其實它不容易 被卸掉 我們通常都是用卸妝油 把這些妝容了以後呢 我們再用洗面乳 再來清潔臉部 但是這一瓶很厲害 它可以一次把所有的 油膏卸掉了以後呢 又能夠把臉洗得很乾淨 而且臉是滑嫩的 你不會覺得很緊繃 這就非常厲害了 但是呢 因為怕等一下我要一邊卸一邊不卸 也跟大家做介紹 所以呢我想 我在這邊先把這個 這個產品 它為什麼可以達到這樣子的功能呢 先跟大家簡單做一個說明 這個裡面呢 它有二三十種的中藥發酵製成的 五家皮 魚羹皮 枸杞 五味子 杜仲 石昌浦 昌樹 當歸 黃旗 哇當歸黃旗都來了 感覺好像要做當歸樣子 乾草 肉桂 陽漆菜 海藻 紫菜 海帶 扁薄 真的很多耶 對 都是韓國的傳統的植物耶 真的嗎 嗯 還有米糠 你知道那個米 然後還有蔗糖 什麼披麻油 橄欖油 椰子油 成分非常的簡單 大家都可以在那個指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發酵呢 為什麼它的清潔效果會這麼好呢 第一個就是發酵了以後呢 它是屬於生物分解的方式 所以它的分子會變得很細 那比較細的分子呢 它就很容易到毛孔裡面去幫忙做清潔 所以這也是那個益劑的洗面乳這麼有名的原因 因為它可以很容易的把這些髒污蓋掉 我其實最喜歡的就是在運動後用花青 特別是像例如說去海邊或者是去游泳池的時候 因為像我們去游泳池它不是會有一些綠嗎 或者是我們去海邊它會有那些鹽在身上 通常都是要洗澡要洗比較久要搓 對你才有可能把那樣子的東西洗掉 但是這個清皂液呢它幾乎是抹到身體的任何一個地方 你只是抹過去而已 它就是很容易能夠把那樣子的髒污的那種感覺都帶掉 第一個它的清潔力是因為它的那個小分子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酵素的產品它在發酵了以後呢 有非常多的氨基酸 氨基酸其實就是保濕非常好的一個素材 所以現在有很多那個氨基酸洗面乳 它其實要強調的就是它是一個非常保濕的洗面乳 所以你用完了以後呢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皮膚不會緊繃 它會就是痠痠的然後也會有點嫩嫩的感覺 我最怕的是皮膚變乾的 我們緊繃膏也是非常不舒服 第三個呢發酵了以後有非常多的好菌 這些好菌可以幫忙做什麼呢 它竟然可以清除異味 我有的同事呢他的兒子八九歲大 那個年紀的男生呢就是很容易頭臭 但是其實是因為流汗流太多了 所以呢就是那種汗的那個臭味是很嚴重的 後來我那個同事呢就拿這個花青幫他兒子洗那個頭 欸很明顯的就是他那個頭的臭味呢 本來可能只是半天就臭了 他竟然可以延長到一天或者是更長的時間 才會有這個臭味 真的有效果耶 對 我們還有一個當場見證人 朴姓慧簡卑中 你要不要講一下對於花青他在異味上面的一個特效 女孩子每次生理起來 都會聞到我自己身體鹹的味道 然後我都會覺得流血那個鐵味道很不好受 一直聞到自己萬一別人聞到怎麼辦 會尷尬 但其實別人應該不會聞到 但是自己很在意 然後有一次我想說 欸他說這個可以去異味 嗯 然後我就 我就真的特別把他當女生的那個私密的 洗私密處的那個清潔用品洗 洗完 我完全沒有聞到血的味道 隔天都一整天都沒有聞到 我太高興了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洗 對 我就覺得很很很開心 對 真的真的用一次就聞不到血味了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會覺得說其實越傳統的東西 其實他有很多的智慧在裡面 然後可以幫忙解決掉很多的問題 但是你用起來又可以很安心 但是呢 他的味道呢 就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喜歡 因為他沒有特別加精油 所以呢 這個是發酵之後非常原始的味道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實驗的部分了 你準備好了嗎 我心裡還沒準備好嗎 我要開始洗人 嗯 看到嗎 對 是咖啡酒 這是紅酒的味道嗎 哈哈 我覺得紅酒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的味道的話 可以 當然可以接受的 來試試看 嗯 比我想像的 好的很多 我覺得他是很 這可以說話嗎 我畫 畫畫的 是一個口罩 對皮膚沒有刺激的 對皮膚沒有刺激的 我很認真的洗 因為我希望我的白頭都出去掉 又洗好囉 我現在呢就是要來挑戰 花青來卸妝 那我們直接擠出來的時候呢 就直接往臉上塗 我現在做這個臉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都還先不要夾水 然後例如說 睫毛膏的地方啊 你就自己用手 大概這樣搓揉一下 還有眼線液的部分 也就是這樣搓揉一下 你看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開始他已經把那個 妝都已經開始融了 對不對 就是用手指腹 這樣慢慢把它 扣出來 好 那你大概覺得說 那個妝啊 已經有一點點扣出來的 以後呢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加水 清洗 讓這個加水 是一點一點慢慢加 好 現在神奇的在這裡啦 好我現在把臉擦乾了 現在呢我們來看眼線液 跟那個睫毛膏怎麼樣 看 是不是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他一瓶 睫毛膏 跟眼線液 都可以卸得很乾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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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這樣感受完了以後 你覺得怎麼樣 那感覺是 嗯 因為他和 比較花 所以 我最喜歡的是 沒有把我的皮膚刺激到的 我現在 到現在沒有 一直過了 大概十分鐘吧 沒有什麼 急碰的感覺 然後你覺得 清掉那個 黑頭粉絲的感覺 這個感覺很明顯 很明顯 沒有我剛剛有很多白色 可是現在都沒有 嗯 好那我的話 應該大家很明顯的看到了 我現在是這邊有化妝 這邊是沒有化妝 而且洗完了以後呢 這個臉是 跟他一樣是完全不緊繃的 甚至有一點點 嫩嫩的感覺 對 好啊如果今天大家 喜歡我們的分享的話呢 我們會把 有關於花青的 清皂液的相關訊息呢 放在我們下面的訊息欄 如果你使用後 有更多好的分享呢 也歡迎你寫給我們 當然不要忘記了 按讚 分享 還有就是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囉 掰掰 掰掰